像我們一般看到這種惡意機車 或是在某些地方超速 然後在定點停下來這些行為 透過七天車速照相 測速 七天車速 事實上可以減少他很多這種行為 你知道三天前才有一個新聞在說 台21線區間測速啟用之後 民眾停在路邊等秒數 蘇花改區間測速路段 機車被後方汽車逼車的 甚至之前萬里隧道還逼車逼到上新聞 實在是不懂部長到底在攻撒小 上個星期才講完台北市交通局的業配延上 原本還在想說交通部到安徽是不是說起來 不敢舉行每個月都要開的記者會了 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記者會是在2021年的時候 由目前台北市松山信義區的議員參選人林博勳 在公共政策提點子平台上面 發起了請交通部開設交通疫情指揮中心 舉辦記者會 那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台灣每年因為交通事故亡命的有3000人 遠高於當時因為肺炎而走的838人 複疫通過之後 交通部就從2021年12月29號開始每個月舉辦 並且比照衛福部用直播的方式進行 不過說好聽點是開放全民參與 但實際上每個月舉行的時間都不固定 而且從來沒有預先公告 每次都用突襲的方式開始直播 而且也不開放線上提問 現場也沒讓多少媒體進場 總之這個星期一還是舉行了5月份的記者會 公佈的是分析完今年3月各項數據後的結果 指標的部分我們來看 那個1到3月份 你們還是幫我找個雷尚 1到3月份總共發生的事故大概是9萬3000件左右 那死亡人數746人 受傷人數12萬3487人 那這當中 事故的部分減少了2100件 減少2.2% 那死亡人數減少34人 減少4.4% 受傷人數減少3763人 減少3萬成左右 看前面道安會直密一直在講減少減少減少的 你一定覺得3月的表現很棒對不對 跟你講你就是被這些數據給騙了 明明就是因為3月份的統計出來才開的記者會 結果把1、2月的數字也混在一起做殺尿牛丸 真什麼 參在一起做的殺尿牛丸啊 笨 沒關係 我們就來看道安會的道安資訊查詢網 進來一樣只給您看1月到各個月份的統計 就算點到去年也改不了起始月份 好吧 至少上面還有近5年立月資料可以看 可以看到事故總件數 今年3月是32012件 遠高於去年3月的30506件 30日走掉 欸這邊不好意思 再讓我代換一次字眼 不然又要被黃標了 反正都是很多人走了嘛對不對 一樣今年3月高於去年3月 受傷的部分還是今年比較高 所以說記者會一開場的減少減少減少 根本就只是個假象嘛 那我們從事故分析來看 那原則上 用第一當事人來看 死亡人數來 比較當中 位數位車檢狀態是第一 位移規定上車是第二 酒駕是第三 違反耗資管制是 這一個 第四 那左轉化位移規定 是 第五 那我們接下來跟報告就是說 我們今年 從行政令以下推動了一個 叫做我們說二十一項精進座委 路口科技執法的部分 目前都在已經在積極在推動當中 那區間特殊會務是三處 那有關修法原則的部分 陸陸續續大概都已經有成績出來 包括 AV車這裡 行政員已經在1628收到立法院 那跌落自行車也經過三組通過 那我們會不會說明一下 現在有些進度 你們不覺得這個地方 看起來就是充滿問號嗎 前面才說 肇事主因是為注意車前狀況 為依規定讓車 酒駕 違反耗資管制 左轉彎為依規定 為保持安全距離 結果精進座位裡面 看不出來有幾項相關的 這兩頁的簡報裡面 哪一個有辦法處理 為依規定讓車 哪一個有辦法處理 為保持安全距離的 我不否認這些事項 也有它的重要性 但沒有辦法處理到問題核心的話 那麼多時間花下去 變成在做白宮 不就很浪費 另外去天側速照相 現在已經恢復43處 去天側速照相 在我們過去的實力裡面 可以減少五成的事故 甚至有的地方是 減少八成的事故 所以去天側速照相 像我們一般看到 這種二一機車 或是在某些地方超速 然後在電點停下來 這些行為 透過去天側速照相 其實我是很好奇區間側速可以減少二億 第一車是從哪邊來的結論啦 反而網路上流傳一堆 蘇花改區間側速路段 機車被後方汽車逼車的 甚至之前萬里隧道還逼車逼到上新聞 實在是不懂部長到底在共撒小 還說區間側速可以減少定點停下來的狀況 部長你上個月的記者會是四月二十八號開的 你知道三天前才有一個新聞在說 台二十一線區間側速啟用之後 民眾停在路邊等秒數 連魚池鄉的鄉長都在靠北區間側速 給他們帶來一堆困擾 喔對還有一個很可笑的地方 上個月數據變好看的時候 就在說區間側速成效良好 結果這個月的數據馬上打臉 二月初就啟用的區間側速只有七個 結果到三月一口氣啟用二十三個 全國總傷亡數字還變難看 交通部大安會 你們想好下一個救援對象了沒 跟你們講為什麼二月的數字會下降好不好 經高速公路局統計 初一至初五平均國道權限 雙向交通量較110年春節 同期減少6.8% 平均事故見數減少6.5% 所以很顯然的 今年二月車流量比起往年來說還要來的低嘛 交通部一直說速度慢就不會有人離開 講個更乾脆的啦 不要出門就不會有交通事故嘛 所以說過去一直在講區間側速成效良好 如果沒有把啟用前後的數據一起拿出來比較的話 搞不好也只是因為車流變少 事故見數才降低的啊 也已經一堆新聞在說區間側速裝設之後 駕駛乾脆改走其他道路 真的是拜託交通部長 數字不要只拿自己喜歡的部分來做解讀 不要跟你們下面的道安會的徐台生組長一樣 還可以在立委辦的公聽會裡面瞎扯 那剛剛也有提到說 好像超速的這個事故好像不到5% 為什麼針對速度要加強管理 各位可能注意到噪音裡面 有為注意車前狀況 為保持安全距離 事後去問的時候 他可能說我通常要注意啊 有可能罰手機啊 有可能超速 有可能各種情形 但是他公的是為注意車前狀況 那你在追蹤的時候 他就為保持安全距離 那你區間側速一般不會設在高速公路 都是剛剛已經有講到了 是設在一些 一兆式的比如說隧道啦 山區彎道啦 長下坡路段 一兆式的這些路段 所以不可能說你把整條高速公路 都來說區間側速 當然在某一些國家有啦 但是我們台灣不可能 我們只針對一兆式的地點來設置 有沒有聽到 區間側速是針對一兆式地點來設置 那我們就來看看 道安會你自己做的資料嘛 一樣道安資訊查詢網給他點進去 肇事熱點 我們來選目前全國區間側速 數量最多的新北市 看去年的資料 我實在很想問 這上面10個點裡面 到底哪一個有區間側速嗎 更扯的是前面說什麼 有可能罰手機啊 有可能超速 有可能各種情形 但是他公的是會注意車前狀況 你在追蹤的時候 他就為保持安全距離 為注意車前狀況 跟為保持安全距離 徐台生組長 你到底有沒有開過車啊 車子速度真的在快的時候 反而要花更多精力 在路況上面好不好 滑手機說是跟超速有關 你是當每台車都有自動駕駛嗎 台灣的機動車輛裡面 一千四百多萬輛是機車 另外八百多萬輛是汽車 大概機車占比差不多63到64 大將近三分之二 但是歐美日韓 他們的機車大概占13%到50%以下 那機車的四部死亡 約佔所有四部死亡的六成 受傷約佔八成 如果把機車這一部分扣掉 我們每十萬人的交通四部死亡 大概只有五點起 就是你剛剛講的比例時 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把機車扣掉 那天聽到徐台生組長這樣講 火氣真的是都快要上來了 再跟大家講一次 他是什麼單位的 交通部道安會 一個負責交通管理跟執法 教育宣導的單位 竟然可以在立委辦的公聽會裡面 赤裸裸的把事故的過手 全部推給機車 之前已經拿台北市的資料 說過車禍裡面 第一當事人佔比 最高的不是機車 而是小客車 就算是跟徐台生組長自己講的一樣 台灣都沒有機車好了 製造車禍的最大元凶還是存在 對整體環境根本改善不了多少嘛 不相信的話就來看看高速公路嘛 台灣已經是全世界非常非常非常少數 禁止機車騎高速公路的國家了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講三次 直接拿台灣高速公路的數據 去跟國外比 那就是拿一個完全沒有機車的環境 去跟一個有機車的環境再做比較 這邊有一份歐盟的 各年度高速公路車禍走掉的數據 另外我又去找了美國跟日本 那因為目前看到2017年的資料 是全部都有的 所以就拿這年初來比較 除以高速公路的長度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台灣每千公里的數據 是遠高於這些國家的 那可能會有人說 台灣高速公路車子那麼多 用長度來比不公平 沒關係 另外有粉絲幫忙找到一些 國家高速公路沿車公里數據 也就是車流量的資料 把分母帶換過去之後 當然 台灣高速公路的每百萬公里走掉的數據 還是高過大多數國家 別忘記這些國家 全部都是允許機車行駛高速公路的唷 歐盟甚至50cc就可以騎高速公路了 是道安會眼中造成台灣數字居高不下的機車唷 至於隔壁的日本 更是只有0.00086 是台灣的四分之一 而徐台生組長自己講的比例時 表現也還是比台灣好 重點是高公局的這份數據裡面 A1只有採集24小時內走掉 而不是國際上通用的30日內走掉 分子框的範圍就比別人還小了 算出來還比別人難看 如果道安會到現在還是執迷不悟 認為台灣的各種交通問題都是機車造成的 那難怪一年要有3000個人走掉嗎? 加上台灣的道路你可以觀察到的 不是只有汽車、機車混流 還有自行車、電動自行車線 甚至電動代步器、甚至行人 通通混在一起混流的情況 跟國外的 有的你在美國可能開幾公里 都還看不到一輛車子 情形是非常的不同 所以說行人跟車子混在一起的問題是誰造成的嗎? 難道馬路是我們人民自己去蓋的嗎? 交通部要不要說一下 這幾年補助的新屁道路 有幾條是有人行道的 白沙屯拱貼廟路橋這個 你是要信徒走到媽祖廟之前就先去參見媽祖了嗎? 新話外環道這個 人行道蓋在分隔的島上是要給人走的嗎? 還有那種拓寬之後不蓋人行道就算了 寧可搞機慢車道也不要做個左轉車道出來 讓我們再負起一次 不是只有汽車、機車混流 還有自行車、電動自行車線段 甚至電動代步器、甚至行人 通通混在一起混流的情況 這種交通部跟道安會 你到底還能期待它什麼嗎? 21項經濟措施裡面 跟工程相關的只有一項 而且還只有路口沒有路段 交通3E裡面說的是工程、教育、執法 如果你工程上把馬路蓋得跟大便一樣 交小朋友戴更多的小黃帽 馬路還是一樣如湖口 差再多的特殊照相 一年一樣3000個人要走 真的是拜託交通部好好重視道路工程的問題 就連內政部營建署的人本交通手冊都寫得比你們好了 國外的資料有語言障礙的話 看一下國內資料總可以吧 最後來預測一下4月份的車禍相關數據 有不小的機會是會下降的 不過別忘記 台灣的境內確診數是在4月中又開始往上攀升 到時候可以再來看看交通部 是不是又要把功勞貢獻給區間車速 7000車速照相現在45處已經恢復43處 這個頁底全部都會恢復 過去7000車速照相的效果是非常高 都可以把4步減少5成以上 所以我們在交通部的立場也支持7000車速照相的繼續來增加 我覺得最近接連著拍片講 交通局跟交通部應得值搞不好又要下降不少了 希望這片不要再被黃標了 從頭到尾一直把日演做代幻真的很累 如果你願意支持交通議題的話 記得要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也可以利用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小兒董內 別忘記7月9號一起騎上中校西路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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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